秋香 你接下来听到的话 一个字都不许外传 是 大少爷 小婉 时间紧迫 我们对一对说辞 以免传包 以免传包 你不会真的让我 假扮顾家大小姐吧 你说呢 少爷 我觉得你之前做的决定 就特别明智 我就不该留在顾府 我这样一个香烟丫头 哪里有个小姐的样子 捅了娄子就想溜 怎么会啊 就是 少爷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让我哄哄老太太 一个人还行 但你要让我一下子 骗这么多人 我真做不到 我看你做得挺好的 以后再接再厉 那个如夫人那么凶 要是让她知道 我是个骗子 她非得打死我不可 我看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赶紧开溜 眼睛 你眼睛 别急 你就给我看 怎么没事了 好 首相呢 他要怎么丢下我自己跑了 这个小姐你必须的 事已至此只能将错就错 那既然你都说这是错的了 那就应该及时止损 这个小姐我不当 我看你是不想负责了 负责 负 负什么责 你走了 我怎么办 你就这么希望我留下 是 我需要你 那我以后穿帮了怎么办 你留下 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 那既然我对你这么重要 我就留下吧 毕竟奶奶的病现在还离不开你 你走了 我一个人可哄不住的 你 你是为了奶奶的病你才留下我的 你以为呢 我 我 答应了就别向上来 大少爷不好了 老夫人和如夫人来了 那我一会怎么说啊 我来应付 婉儿 您慢点啊 婉儿 奶奶 奶奶你怎么来了 婉儿 你怎么搞成这样 快让奶奶看看你上哪儿了 没事 奶奶 涂了药好多了 婉儿啊 都是姨娘不好 要是我早点弄清楚你的身份 就不会有这些误会了 奶奶 姨娘 让婉儿妹妹以侍女身份暂居府中 是我的意思 当初寻到婉儿妹妹之时 祖母病重 姨娘又不在府中 孤儿不愿府中再有大事兴起 打扰众人 本想找个合适的时机 告知大家婉儿妹妹的身份 没想到竟惹得如此误会 我说你呀 也真是 此等大事如此儿戏 奶奶不要自怪哥哥 都是婉儿的意思 婉儿只想静静地侍奉奶奶 我不想惊动别人 所以哥哥才出的这个主意 母亲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啊 在自家府里 还有小心翅膀 真是太为难你了 真是个傻孩子